然後為了興趣去胡搞亂搞 然後發揮他的天才的 他還是他真正的成就還是更大 對社會的貢獻還是更大 雖然那個讀第二名的 他很循規高舉 按照學校的規定去做 讀了第二名 然後最後也成為一個 也賺了很多錢 當然很表皮 可是另外一個 這個有200項專利 然後對世界的貢獻其實更大 其實後面這個部分 我剛剛講的那個 其實大致上就是這樣一個 意思 所以就跳過去 另外一個我們要有這個 終身學習的這種態度跟觀念 因為這個時代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那個時代呢 你學了英文 你外文系畢業 你就可以教書教一輩子 你根本不需要進修 因為你叫博中勾簡單 那個是六個字母 那個幾個句型 反正就是 This is a book 這樣的句子 所以 你不需要準備 你可以教一輩子 可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學生 他有可能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回來的 有可能他的那個 他的父母 英文很強 有可能他從小讀很多課外讀 也許他讀過專語學校 也許他跟外國人 英文學了很多年 都不一定 所以 我們都需要 跟著上時代 要與時機俱進 所以我們的 知識 我們的資產 我們要隨時update 因為知識的東西 有些知識是一年就過時 有些是五年就過時 有些十年就過時 不一定 但是我們就 隨時要與時機俱進 這樣我們就 才跟著上時代 另外 其實最簡單的那個來講 你不用講別的 就是說 你追求新的知識 人生也比較快樂 你不會那麼無聊 我們想想看 當年的中學老師 當年的國中教英文老師 為什麼他們的態度那麼不好 教中文覆兆呢 因為他 教十年二十年 就教同樣的東西 他覺得太沒有挑戰 所以他自己覺得那麼簡單 你怎麼那麼笨 你那麼 你都不會 可是從現在觀點 你隨便問他一邊文章 隨便問他一邊報導 可能他就不會 等到他知道說 英文呢 語言現象是無窮 他自己的所知也很有限 他就會比較客氣 會比較虛心 來 來教學生 不會覺得說 你怎麼那麼笨 那麼簡單也不會 另外有一個要提的就是說 道指上上呢 我們除了專業能力以外呢 就是工作上的態度 溝通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 你應變能力 你要知道變通 那知道變通呢 如果大家能夠參考我前面講的就是說 你比較嚴謹客觀邏輯的態度跟方法 來讀書來學習 然後不要那麼現實的 那麼公平說 我什麼學什麼不學 事實上自然而然就會培養這樣的能力 比較會有應變融位觀邏輯的能力 還有 以往在很多學校裡面 教學的方法是比較被動 所以呢 學生在學習的那個 過程他們的方式呢 他是他把我了解的內容知識 我跟考卷溝通就好 我答出來就可以 可是 就是 他們不太需要跟別人溝通 可是進入職場以後呢 他的知識呢 是要來跟別人 你不要 不是你自己懂就好 你要 懂得把你懂的東西 讓別人也懂 讓別人也了解 你的想法跟你的知識 所以溝通能力 你的 怎麼去 present你的知識就蠻重要的 所以在這個時代裡面呢 就是說你有知識以外 你還要能夠做presentation 你要能夠表達 你要能夠 甚至表演 但是我們不是政客 倒不需要去做到表演的程度 但是你看政客他們都很喜歡表演 但是我們起碼要能夠呈現我們的知識 特別是在這個時代 你到任何公司 只要你要當主管 人家就要求你上去做簡報 所以你的簡報能力就很重要 那我相信現在的年輕的老師 都比較會用這樣的方式來要求學生 要求學生上來做簡報 做書面報告 或補充報告 在早期台灣是比較透過 都是老師在上面講 學生在底下聽 那如果我們的教育方式 比較有多這種討論 多一些意見交流 多一些需要去說服人家 或讓別人能夠接受你的意見 這樣對職場的工作也會有幫助 那還有研究能力 我們在研究所當然 都會老師 學校都會要求我們去做一些 調查研究 那這樣的能力在職場裡面 就蠻重要 以往我們是比較重視這些 研究調查的 還有這些 我們在學校期間就盡量去學習 這些能力呢 將來可以帶的走 可以移轉的 例如說有機會呢 我們就要自告奮友 去幫忙做義工 去幫忙做接待 去幫忙做老師的助理 去表面上好像說 我們失掉一些休息 或者打工的機會 有一些工作可能是沒有報復 但事實上 對增進我們人際關係 跟培養應對 跟學習一些可以轉移人力 都是蠻重要的 我認識蠻多人 其實就是自告奮友 幫國外來的學者 去接待他 去機場接待他 然後成為 後來這些國外知名學者 當然就寫信來感謝這個研究生 然後後來建立交集以後 這個研究生他後來要申請 美國的這些名校的那個入學之後 這個認識人當然不讓他寫介紹信 還幫他交涉取得蠻不錯的獎學金 反而我認識一個朋友 本來是說只可能給他多少錢 後來因為他是家裡比較沒辦法負擔 那個美國名校的學會 一年都要台幣200萬左右的費用 後來就是幫他爭取到買好的條件 那這些都是因為透過這個研討會的時候 去幫個忙 然後就認識了這個名學者 然後就這樣搭上線 然後後來幫那個名學者的那個論文 也是自告奮友把它翻成那個中文 登在中外文學 然後因為這樣的經驗 然後翻出來 確實還翻得不錯 當然 這個原作者會幫你修改 他是一個有名的漢學家 就幫他修改 然後登過來以後 後來也算是噴到貴人 但是噴到貴人 就不是說噴到貴人 只是我們人生裡面的偶然的機率 很多我們可以製造可以創造 因為這種機會太多 很多只是 你如果不走出去 你就不會有這種機會 還有我們要培養這樣的自信 就是說只要我出來做 我參與 我一定能夠做出貢獻 會讓事情有所謂 我們不要存著那個 混一下說 啊這個是所長派的啊 指導老師派的 叫我做的 根本我不敢進去 如果我們存這樣的信貸 你這樣的付出 這樣的工作 其實都是白白付出 因為你也很痛苦 然後你做了成績 人家可能不會滿意 但是你如果 你去做以後就說 這個是我來做跟別人做會有不同 所以你會把你自己的巧思 跟你的創意 跟你的專長 把它投射進去 投注進去 將你做出來 就會跟別人家不一樣 就像說 我想這種職場的講座很多啦 像如果人家找我 我就會想到說 我是學外文的 我是對植物有興趣 我會想辦法說 我把這個植物跟外文的這個 把它弄進來 如果純粹談說 我怎麼賺業啊 怎麼賺錢啊 為什麼 為什麼營業額 能夠達到那樣的那個 那個 你跟 比如說你蘇林 假設說蘇林2億的營業額 跟郭台銘幾兆營業三兆營業 比起來那算什麼 所以 你要比那個 就有人有更那個 但是 在一個中型企業裡面 就是說 我們做自己有興趣的 然後跟別人不一樣的 然後跟興趣能夠結合 跟我讀外文系 然後跟植物 跟中國文學 跟歷史跟人文 有興趣結合在一起 我沒有賺那麼多錢 但是 我很快樂做 有興趣的東西 那麼我也 希望把這樣的人生觀 跟這樣的態度 跟大家分享 這個我們就簡單的跳過 也許有興趣的 可以把這個投影片 那個 POWERONE跟索尼一樣 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台灣跟其他國家 可能要求也會不一樣 我們慢慢走上國際化以後 這些要求慢慢會越來越一致 比如說台灣20年前 30年前跟現在的要求就不一樣 例如說我們看這樣的調查裡面 像他們希望的就是說 有特定技能跟知識有關能力 還有空盤的整合能力 還有態度 就是你的個性 還有跟人家相處的能力 除非 假設說你是電腦專業的 除非你這個 當然你個性比較孤僻 人家對你無可耐 因為反正電腦沒有故障 我不會去找那個電腦工程師來解決 說我電腦壞掉 然後當機或者那個 但是大部分的工作呢 可能都需要跟別的部門去溝通協調去那個 即使我剛講的電腦專業 技術方面的 其實也不見得完全不需要跟人家 比較溝通 不過比較可以說 你不帶你人家 人家還是會來找你 但是有很多部門 你的工作是需要跟人家互動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英國、歐洲其他國家跟日本 他們在調查大學生所擁有 畢業時所擁有的能力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例如說像英國就蠻重視 學習能力跟工作獨立性 在歐洲是工作獨立性是第三 可是在日本認為忠誠跟整合是最重要 那在台灣呢 以往企業的老闆也是比較重視你的忠誠度 現在可能也蠻重視 可是現在你官司忠誠度可能不夠 他要要求你的能力一千 台灣早期是你的忠誠比你的能力更重要 因為你的能力不夠 但是勇敢捕捉老闆相信你 起碼他知道你不會做外事 不會把公司搞垮 所以他還是相信你 可是現在呢公司慢慢都有制度化 通常你一個聯工你要亂搞 破壞也是有限 因為有很多你沒辦法去經手 錢你不會經過你的 經過你的手就是想錢 所以他比較重視的是你的專業 或其他的能力 所以忠誠他跟他有要考慮 但是不是唯一的考慮 所以這些因素呢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說你到外商公司 他就要求你非常獨立 可是在華人的公司裡面 他可能不會要求你非常獨立 他可能你要看你的老闆 你的老闆如果他很授權 他是希望你不要來煩他 可是有些老闆他是一把裝 有些主管是你只要沒有透過他 他就很高興 所以你就是要有這樣的認識 就是說工作環境裡面哪一些 你當然要有獨立工作的能力 你沒有這種能力不行 但是你有獨立工作能力 你在職場上 如果那個工作環境 他不鼓勵你獨立 你還是按照那個企業的文化 跟環境來做業 你把自己的事辦好 但是你要知道說 你的主管希望要能夠透過他 能夠報告他 那你就去報告他 但是在外商是不一樣 外商是你最好都不要來找我 所以我們都可以透過這些工作的機會 來不管老師學校的授課 我們都可以盡量做這樣的設計 來讓同學有體會 來體會 來學習這方面的能力 那最後我要講的就是兩句話 就馬太福音裡面 我不是基督徒人 不過我覺得這句話 蛮那個 ask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seep and you will find knock and the door will be open to you 就是有求必應 無求不應 你敲門門才會為你 你要爭取好的機會 你要主動出節目 譬如說你要求加薪 可能你要自己提出來 或者還有就是說你去就業的時候 你去面談 你如果希望三萬塊 或者四萬塊 你就不要講兩萬塊 你如果講兩萬塊 人家不會主動給你三萬塊 你要講你真正期望的 不要講為了銀河人家去講那個 你如果講三萬人家可能產生兩萬塊 你講兩萬塊 就是要一塊給五毛 可能會這樣 所以我們要有這樣的認識 就是說你要去要求 要去追學 這個是在職場上 在學問上也是這樣 你如果英文或任何一門學識 知識你不懂的話 你要去問 人家才會給你答案 包括問自己 譬如說你看到一個詞 你要問自己說 英文怎麼講中文怎麼講 然後 你問了自己 你問人家 人家也許給你答案 或者你上碗就查 那你問自己 你下次碗到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不期而遇 你可能就會不期而遇 或者看到我剛剛講的說 海豚或者海豹海獅 我們看到這個字就去想到說 這英文怎麼講 或者說我們看到 假設看到昨天或今天的報索 說 欸 那個 在一個 范蒂甘那邊 他們要把 那個保羅什麼 幾世 那個 什麼 宣服 我們就想 就要想宣服英文到底怎麼講 英文就是 Beatify 你要同時去想英文 你下次看到英文的報導的時候 你看到Beatify或Beatification 就是我們中文的 那個 那個 所謂宣服的儀式 像這樣我們都是要有這種 好奇心 去追 這種curiosity 還有這樣的動機 motivation 這樣我們的學問 就會越來 知識就會越來越來越越多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一個英文是我寫的 一個英文是我寫的 Never to young to open up book Never to open up book Never to DC to read 開卷不閒找 學習不怕 想讀不為你時間 這個是前年台北 閱讀協會他們在那個 那個要選那個 提上閱讀的標語的時候 我心血來潮 那個寫了一個中英文的那個 標語 後來網路標學 就沒想到就第一名 後來台北市立讀書館 就把它做成那個書籤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發文 宣服英文到底怎麼講 英文就是 Beatify 你要同時去想英文 你下次看到英文的報導的時候 你看到Beatify或Beatification 就是我們中文的 那個 那個 那個所謂的宣服 的儀式 像這樣我們都是要有這種 好奇心 去追追這種curiosity 還有這樣的動機motivation 這樣我們的學問就會越來 知識就會越來越越越活 還有一個 這英文是我寫的 Never to young to open the book Never to open the book Never to PC to read 開卷不閒找 學習不怕想讀不會沒時間 這個是前年台北閱讀協會他們在 那個 那個要選那個 提上閱讀的標語的時候 我心血來查 那個寫了一個中英文的那個標語 後來網路跳起來 就沒想到就第一名 後來北市立讀書館就把他做成那個書籤 那個在一個 范蒂甘那邊他們要把那個保羅什麼 幾世那個 什麼 宣服 我們就要想宣服英文到底怎麼講 英文就是 Beatify 你要同時去想英文 你下次看到英文的報導的時候 你看到Beatify或Beatification Division就是我們中文的那個 哪個所謂宣服的儀式 像這樣我們也是要有這種 好奇心 去追追這種curiosity 還有這樣的動機MOTIVATION 這樣我們的學問就會越來 知識就會越來越多 還有一個這英文是我寫的 Nayward to young to open the book Nayward to PC to free 開卷不閒找 學習不怕想讀不為你時間 這個是前年台北閱讀學會他們在 要選提上閱讀的標語的時候 我心學來查寫了一個中英文的標語 後來網路標學 就沒想到這第一名 後來台北市立讀書館就把它做成書籤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發文 謝謝 主動敲門才會有什麼貨這樣子 請問董事長 抱歉 請問那個義工 義工制度還有那個 製作財產權 就你的觀察 有沒有影響到就業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想應該不會影響 對很多工作 很多工作人家做 因為一個事情都有正環兩面 因為你義工 你會創造更大的興趣跟市場 那也會 比如說國務館的義工 或者 國務館他也需要正式資源 也需要義工 他會因為有義工 而把那個 他們的導覽員 那個裁員 裁員掉 我想不至於 還有那個 著作權 當然都有正環兩面 比如說 著作權 可能創造 工作機會更大 不是一分之下 比如說 你創造了一首歌 拍了一張照片 人家要轉載 可能你就有賺錢的機會 還有 因為這些製作權很繁瑣 所以到外人都不懂 就會去請教法律顧問 製作權顧問 專利商標事務所 然後就創造了這很大的商機 那台灣在早期 沒有這個製作權的時候 可能這些專利事務所 還有 發明的這個申請的事務所 就沒有那麼多家 可能只有兩家 現在人就有幾百家 還有有了 這個以後經濟人 比如說 你經濟人就要 就更有工作做 我剛剛沒有時間解釋 很多經濟人的工作 比如說 你要做經濟人 除了影歌星運動員以外 各行各業都需要有經濟人 比如說 在台灣很可惜的 我們這個經濟人 都沒有好好去發揮 也沒有去培養 就是 我們台灣其實蠻多發明 可是這個發明 你都很少看到它上市 因為它都沒辦法 把這些發明的東西 到國外去申請專利 然後去接駕 美國 英國 德國 歐洲的這些大公司 把這些專利權去授權 取得權利金 我們其實有 也是嫌麻煩 只要人家出一百萬美金 應該就想 哇一百萬美金是三千萬 不得了我就賣斷了 美國人 英國人 日本人 他們沒有那麼少 還有什麼專利 你看 光是發明 回文針跟那個廣告 廣告那個信封的那個 貼一個玻璃紙 那個窗式玻璃紙 像有一次我去芝加哥 我朋友帶我說 這個豪宅就是發明那個 廣告那個信的那個 上面有個窗口 貼透明玻璃紙 這樣你就可以看到裡面的名字 你看 它發明那麼小東西 在台灣可能五千塊就賣掉了 他就是他不賣掉 他去用專利 所以他就靠那個就賺了幾億 回文針也是一樣 像台灣我們可能就回文針 那我就五千塊賣給你了 我把一個鐵絲剪成這樣 去申請專利 那像這樣的 就是要有這樣的概念 如果經紀人呢 他不會賣掉 經紀人又是抽佣金 就是最好賣一輩子 我才可以抽一輩子 如果賣一段就只有這 這邊我也是會分享一下 剛才那個草原的問題 其實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 那個 也就是說 他就說他認識的一些朋友 他都會 比如說 他帶 不管是父母親 或是他自己的小孩 然後就是 從小就帶著他去做很多的運動 然後他們的想法是會認為說 這樣子的話呢 很可能就是有 也有相關也剛才蘇老師提到 就是說 讓他去做一個 對他就廣結三月 那廣結三月的時候 可能也會 為他自己創造很多的情貴 那至於說 這個 跟這個所謂的 舊業的部分來講的話 假如說我們要把它串起來 他其實就創造了更多的可能性這樣子 所以又回到剛才蘇老師提到的就是 很多事情其實不需要說在於 一定要看到對最眼前最短暫的那個力 而是可以先布下來很多的種子 然後為將來布更多的可能跟機會這樣子 那不曉得還有其他同學 有問題 或是你想要分享一下你們的心得 或感想的 怎麼樣 或是你想要分享一下 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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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學一種語文其實都不需要花那麼長的時間 你只要把我們學母語的方式拿來用 比如說我們學中文 我們學台語是最簡單 我們純粹用聽的 就學會一種語文 所以你也可以一個最簡單的方式說 我也不想去買書 我就是聽 我就是在操作電腦或者走路的時候 開車的時候我就把那個英文的節目打開 我就是聽聽聽 這是一種關子 另外一個就是買美國英國他們小孩子聽的那些 紅話故事啊或者什麼講笑話什麼 這樣或者是看美國的那些連續劇啊 那些兒童節目卡通什麼都可以賣貨都可以 像這樣的方式 最容易最自然而來就學會一種語文 那你如果說要進一步 已經脫離故事那個階段 唯有知識內涵 那有很多寫給美國英國六歲七歲八歲小孩子的這種 知識性的讀書啊 一千個為什麼一萬個為什麼十萬個為什麼五萬個為什麼 這些都蠻有趣的啊 講那些知識其實 有一些有很多我們其實也不知道說 為什麼 為什麼植物有這些捲須啊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 海豚或者海獅海豹 它的那個棋位退化 其實很多這種兒童百科全書都有告訴我們 它是什麼演變 比如說海豚本來是陸地上 那個一種中路獸像狗那樣的動物 後來為了生活環境的關係 到海裡去討生活 所以一個哺乳動物本來是陸地動物又變成海裡的動物 像這樣的那個 就是知識跟語文 學語文沒有必要為了學語文而學語文 語文本身就是一個知識的載具 所以你在學知識的東西的時候本身就在學語文 所以我們要可以 那個 學一個東西達到兩個或三個目的 我們在台灣以前呢 是說學英文把它抽離起來 學中文把它抽離起來 所以這樣學了以後除了應募考試 其實都很難整合運用 所以如果 我們的同學在學宗教的時候 我們的課本如果是英文的 你好好地把那個英文的好好地去看 如果你看不懂你找更淺的 如果更淺再看不懂你交替的 一個就是說我們的標準教科書 它可能是學者比較難一點 你看著然後搭配著 美國、英國、澳洲寫給 中學生的那些有關宗教的 那些介紹搭配來看 像美國、英國他們都有宗教課程 就是他們公命的一部分 你把那些拿來搭配看 你就很容易就能夠接回 還有一個就是如果同學有去家教 或者當義工去佛導人家 或者你自己有小孩 教小孩的時候親子閱讀 找小孩子讀英文的材料 你選一些有去一起讀這樣的 你又不用去教補習會 我覺得去補習班補英文那種其實都浪費時間 浪費沈蔽 浪費金錢 事實上最好的就是 你跟你的小孩子一起閱讀 又可以培養感情 又可以跟小孩子 不會有帶動 然後呢 你也比較知道 就是說 也可以這裡面 萬一小孩子不懂 你可以讀導 但是我們會擔心說 萬一我的發音不標準 這個現在都不成問題 現在你都可以找那種有發音的 有錄音帶的 然後一起來的那個 而且這樣 父母的那個 脾氣也會比較好 你如果跟小孩子不會吃 不會動不動 就說為什麼這老師不會 你會發現 我們在吸收知識的時候 有時候難免 有時候會有一些障礙 或者沒辦法開窍的地方 大人也是一樣 不只小孩子 所以如果我們 小孩子剛好不懂 我們懂 我們就可以教他 多讀習 那個聽的 是最重要 你要大量的聽 如果大量的聽 你比較能夠培養語感 而對語文的認識 就跟我們 一代史的 台語跟國語的例子 例如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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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我們都是透過聽 去體會出來 所以 聽其實是蠻重要 可是我們在台灣呢 學英文 往往 那個 次序 就是 倒過來 我們比較重視 讀 可是說 重視讀 其實也不見得 我們 讀的其實 又很少 往往就說 重視讀 但是 那個 在讀的時間 大部分 那麼 一兩百個字 我們花兩個禮拜 在那邊分析 他的句型 他的文化 如果那兩個禮拜 我們來讀 十篇故事 二十篇故事 也許我們的 閱讀能力真的會增強 但是 你花在都在那邊分析啊 在那邊弄到 學生其實都很厭 對英文就很排斥 那我們 以後 不管你去教書 或者自己來講 你聽得很容易 就是 現在網路時代 你打開電腦 你很容易聽到 各種廣播 各種故事 那 或者你可以到書店買一些布袋 錄音帶 錄音帶的來聽啊 你可以從這裡面學到 那最好的就是 兒童的 讀物 兒童的錄音帶 錄音帶 因為這些用詞 用字都是最簡單的 那最簡單的 你學會 你就比較能夠活用 事實上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中文或台語 你會運用自如呢 其實都是生活 我小孩子 會接觸到那些第一步 那再來才是學術語言 那我們通常呢 到了大學裡面呢 學到的那個英文或課本 比較 學術語言比較多 在我們日常的表達翻譯的時候呢 有時候呢 我們 用上去會比較困難 因為學術語言都比較長 或者比較用些難的字 所以我們在台灣學英文的呢 如果學得相當好 它頂多也是說 它對大學階段的英文學得還可以 但是對於那個潛意的英文 往往都不太會用 因為潛意的英文 我們說實在也幾乎 沒有什麼學 因為我們那個 古裝高中 這個課本的文字 英文都比較假 不是實際上在生活上 比較真正這麼用的 所以在使用上會有一些困難 所以彌補的方式就是 大量去接觸兒童的故事書 兒童的讀物 還包括兒童的知識領域的讀物 所謂知識領域的讀物就是 美國、英國、澳洲 他們小孩子 在很小階段裡面 透過英文來增加天文、地理、自常生活常識 的那些讀物 例如說他們在教小朋友交通規則 交通安全的書 教小朋友衛生習慣、保健的書 教小朋友地理知識的書 教小朋友功名常識的書 裡面就有很多用事 你成年以後還會用到的 是我們基本常識裡面必備的 可是這一部分反而是我們最欠缺 對不對 我們在小學都讀過什麼 我們學自然的時候就說 植物有行光合作用 對不對 小學就讀過 然後光合作用是透過日光、水、 二氧化碳跟葉綠素 行光合作用 來製造糖分 製造它的能源 那光合作用英文怎麼講 我們在臺灣以往 我們的英語教育 我們在臺灣 我們在臺灣 因為考試不考 我們即使 研究所畢業 外文研究所畢業 大部分也不會 所以這個就 就沒辦法應用 沒辦法真正做翻譯 真正翻譯就是這種自常生活 所以說光合作用強烈 那你就撒住了光合作用 然後不能藉口 然後不能藉口 我們在臺灣以往 我們的英語教學都藉口 那是專業名詞 我們可以不用管 考試不考 那是不行 因為那是為了應募考試的說之 你在那個生活裡面做翻譯 你在生活實踐上 一定會用到啊 還有 你現在你到的公司 然後在外商公司 你的上司老闆告訴你 我們現在 這個佈置呢 就是要把它佈置 或擺設成一個 等腰三角形的形狀 或者說畫成一個 你就畫一個平行四邊形嗎 可是問題是說 我們在臺灣 英文系畢業 英文教學畢業的同學 知道平行四邊形英文怎麼講嗎 知道等腰三角形怎麼講嗎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會 那這個本來應該你小學 就應該會的 我們為什麼到了研究所畢業還不會 這個就是我們不足的地方 我們對於這個很基本的 小學就學過的這些知識靈異的智慧呢 我們以往呢就是 好像那個閉幕不死 好像當作它不存在 那在以前是可以 因為以前我們只是應募考試啊 因為考試是我們自己租領目啊 我們這些教育單位 這些考試單位呢 它就把這些排除在外 不在考試外門內 所以你不會人家也不會知道 可是現在國際化 生活化 你可能要做翻譯 你可能要做導覽 你的老闆 你可能是在跨國公司工作 你可能要出差 你要解釋你的產品 你就需要會表達 所以如果連這種小學的智慧 我們就不會 其實說不過去 任何一個國家 任何一種人 他的小學教育啊 就代表 那個文化裡面 那個國家裡面 你必須要知道的最基本 最基本的 嘗試文跟智慧 所以我們如果美國 英國小學 特別是小學第一年級 教到的內容 跟那些詞位呢 我們應該都要有辦法 如果你是學英文 就應該有辦法 用英文表達 你如果是學字文 就應該有辦法 用字文表達 這個是很關鍵的一點 否則你的英文 是沒辦法去應用 那這些讀物呢 用的文字也都很淺 所以現在有很多這樣的 課外讀物或者讀本 大家可以找來看 那英文的部分 我們就大約講到這裡 底下我講一些 跟就業比較有關 這是一些統計數字 就是說 很多大學生擔心自己 業績失業 有研究所以上更是高達86% 那其實 我覺得大家也不用這樣的擔心 其實擔心的 不是說你找不到工作 而是你的實力找不到 事實上還是有蠻多 企業找不到員工 譬如說以我們出版社來講 我找不到英文夠好的 英文編輯 找不到夠好的中文夠好的中文編輯 所以你如果是中文系的高材生 我們非常需要 你如果是英文系 你的英文能夠避免常見的錯誤 因為我們在台灣 以往我們學英文的這樣 多少人累積的 我們學的英文裡面 有幾千個常見的詞 我們是完全誤會它的意思 但有些是剛好相反的意思 有些意思是不對 譬如哪一個簡單的steer跟rob來講 我們在中學到大學都告訴我們 rob是搶 steer是偷 英文不是這樣 steer也是搶 rob也是偷 他是偷跟搶是沒有 沒有必然關係 你要看前後文 其實中文也是一樣 中國講的大道不死 聖人不死 大道不死 大道並不是說搶到 意思也是偷 還有這個會計倒走公款 並不是這個會計小女孩搶的公款 而是偷走公款 所以中文也是一樣 道跟搶也是有時候是替用的 所以英文這個steer跟rob 常常互相替用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報道說 什麼小偷搶了多少錢 或者是搶尾拖了多少錢 你就可以確定 他是因為英文出現 rob跟steer 所以他就是讀中學的時候 中毒太深 以為rob永遠都是搶 steer都是抖 所以不一定 你要看前後文 那現在職場的現代環境裡面是變千五快速 所以我們要有專業的能力呢 應該還最重要要有就業力 那就業力跟就業呢 其實不太一樣 就業不等於就業力 就業力就是說 就是說我找到工作你就有就業 可是就業力就是說 你想找工作就有工作 這個才是就業力 所以我們比較關心的 不應該是說我找到工作 而且你如果找到工作 三個月五個月以後給裁員 或者你應該覺得你不實在 這樣也不是辦法 而是你要讓你的老闆 讓職場覺得說缺了你 他就很麻煩 例如說你的電腦 我相信每個學校每個公司 都需要有一個電腦高手 但是一個公司一個學校裡面最怕的就是 那個電腦最高竿的人呢 他跑走給挖腳離開以後 後來的人 就是如果噴到電腦當機 又有問題 以前那個人 他可能五分鐘十分鐘一個小時就解決 現在這個人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如果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那這個企業這個公司可能就 就完蛋 他就不需要你這個 對不對 那你如果是說 很厲害 人家打聽到說 什麼中毒啊 入侵啊 或什麼當機 你就有辦法很快 就找出原因 那你這種電腦人才 人家一聽到以後 人家要奢華挖你的錢 那你這時候就是你在教人家 如果原來公司的很好 你可能就繼續待下去 如果不夠好 你可能就會想說 別人可能條件更 同樣的 你做編輯 譬如說什麼稿子 你都有辦法 因為都能夠 改稿啦 能夠修理 抓住他的毛病 論事讓他更 更好的面貌呈現 那不管總編輯也好啦 出版經理或者老闆 都一定會很重視 而且將來你很快就會 升任總編輯 或者你自己 將來要出去自己開家出版社 自己辦一個雜誌 你也比較 能夠順理成章 水到渠成 都不用擔心那個說 是不是能夠找到工作 所以就業力跟就業 短期就業是不一樣的 就業力是你長期的 在一個專業領域裡面 發展你的 你的 你的 專業能力 這樣的時候 你在轉換跑道 轉換是不同的工作 的時候呢 你很快就能夠接軌 比如說你有幾個專長 兩三個專長 除了這個有相成效果以外呢 假設說你是 電腦的專長 萬一說 隔了那個10年以後 也許到那個時代 我們完全不用電腦 我們用別的工具 那你的專長 也許就沒有用 假設啦 不一定是真的這樣 但是因為你有另外一個專長 也許那時候 社會變了 變成一種自給自足的社會 需要的 最需要的是農夫 需要會種田啊 會種水果 會種有機蔬菜的這種人才 那你剛好 假設說你的專長有兩樣 你平常也很注意 養生啊 有機 還有這個生態方面的 你知道 你知道怎麼去種出 健康營養 對環境沒有傷害的 有機的食物的話 如果 室內以後這個社會變了 你的專長就可以愛上用 那我自己也是這樣 然後 我在大學的時候就開始研究植物 當時沒有任何用處啊 有一兩個用處 就是說登山隊 會常常找我去 如果那個 像台大正大登山隊 他們每一年 或者每一學期會有 我辦一次那個 那個 向導訓練營 會找我去介紹植物 或者介紹野外求生植物 只有那個時候可以拍上用場 或者是那個 幫那個什麼登山雜誌 寫一些介紹野外求生植物的 裝一點小小的寶貝 那時候寶貝也非常低 只有這樣的 別的用處好像談會上 可是隔了二三十年以後 開始就有點用處 後來 竟然因為我對植物的 那個 業餘的興趣 人家在編字典啊 在翻譯的時候 常常會 會來問我說 這個東西要怎麼翻啊 就變成慢慢的 變成這方面的 那個 好像 也是半個專家 雖然我不是真正植物學家 可是 畢竟植物學家大部分都不太懂英文 所以他們在英文的翻譯 或者要定名的時候 要取捨 還有一個人的諮詢 那相對於植物學家 我是比較業餘的 可是在那個 英文界 我就變成是植物專家 因為他們 想到的就是說 去找那個蘇老師 問他這個植物 到底中文怎麼辦 那也因為這樣的 因緣 逼得我自己要去進修 因為每次幫別人查資料的時候 自己做研究 一查越深入越了解 就 慢慢的從完全業餘到 這方面的那個 半個專家 然後後來 在 還有我在大一的時候 對字典很有興趣 買了很多幾十本不同字典 在那邊比來比去 那很多同學 或有些人覺得很無聊 一本字典就給我幹嘛 用37本字典 然後每次翻來翻去 看他定義有什麼不同 以前人家那個叫 那個 鑽牛腳尖 或者是那個 好像什麼 王務善治這樣的 就復募正業 搞這些那個 雕蟲小技的事情 可是也沒有想到隔了30年以後 竟然派上用場 就是美國英國他們 在編字典的時候 當然之前是因為 我進口字典 賣字典 對字典比較熟悉 所以比較推銷起來比較順利 可是難免也會發現 美國英國他們字典裡面 有一些定義不是很好 或是有一些錯誤 所以以前也會說 寫信去告訴他們說 這裡定義不好 還有什麼修改 剛開始人家可能會不太理會 就會覺得說 我們編字典 編了150年 或編了多少年 輪到一個外國人來 說聲道士 剛開始可能不服氣 可是慢慢寫久了 慢慢也接受 後來也邀請我到 他們出版社去演講 然後擔任他們字典的部分 所以像美國最有名的 韋詩字典 他的任何詩字典 他的序言裡面 第一個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非常非常感謝九龍書 從頭到尾 幫我們法官 還有提供很多寶貴的建議 所以變成他們的總部位 而且每看一次 只要看那個稿子兩三個小時 就可以有 在當時三萬五千塊台幣的 因為他們在國外給專家審稿 就是每八頁或十六頁 就給你一千塊點子 那對我來講是價經舊 因為一個字典裡面 會出現怎樣的錯誤 有怎樣的缺點 我已經胸有神速 所以以前三十年 四十年的研究 我就派上用場 就馬上用上去 別人可能看那八頁或十六頁 可能要看一個禮拜 我可能看兩三個小時 那譬如說 我最常改的是什麼地方 只要那個字典給我看 第一個就改它的 orange跟android 就橘子跟鈕層 對美國人跟英國人來講 橘子跟鈕層的區別 他們真的講不出來 可是對於華人來講 我們很容易養 橘子用鍋子 柳子用切的啊 所以你這樣一講就可以養 他們因為不知道這個 關鍵的區別 所以你會發現 美國英國它指點 定義橘子跟鈕層 但它定義都一模一樣 都會說 檸香和植物 開白花 水果 可食 那為什麼這個定義 一模一樣 一個叫橘子 一個叫柳子 那我就會加上 在柳層上面加 柳層的皮 是比較堅韌 with a tough line 橘子的皮是鬆滑滑 with a loose skin that is easily removed 皮是很鬆的 所以容易就剝開 那這樣就解決了 定義的問題 因為他們不知道有什麼定義 所以這個定義就是我給的 所以這樣的定義 像現在Oxford Roman Mellenwebster 都採用我的定義 還有譬如說 我們都 像今天大家有看報紙看到說 什麼野柳 什麼海洋世界 有那個海獅 怎樣表演 那我們 海獅跟海豹有什麼區別 一個叫sea lion 一個叫sea lion 一個叫sea lion 我們講一個海獅 一個叫海豹 還有我們學英文就是說 proftile跟alligator 都是鱷魚 然後我們的字典告訴我們說 一個叫長吻鱷 一個叫短吻鱷 請問你記得哪一個是哪一個 proftile是長吻還是短吻 alligator是短吻還是長吻 我們記得半天還是搞混對不對 其實那樣的定義都不夠科學 所以我剛剛有講到 我們要有科學研究的精神 你做研究 然後再補养 其實以後很簡單 你要看那個proftile跟alligator 你就看補养 他嘴巴閉起來 是有第四顆牙齒凸出來 所以有你看那個圖結 牙齒有冒出一顆牙齒 你數數之力 其實不用數 他在那個位置就是 第四顆牙齒凸出來 那個就是proftile 如果他嘴巴閉起來 第四顆牙齒埋在裡面 看不出來 就是alligator 這個也沒什麼了不起 這個是任何百科學書裡面 分類學裡面都有講的 只是編制點的人 沒有把這個參考進去 所以我們如果 雜學 博學 博學 讀那些亂七八糟的書 其實不會沒有用處 你在編制點下定義的時候 甚至上課演講的時候 拍商用場 聽眾或者讀者就會比較有興趣 學生就會比較有興趣 還有 我剛剛講的海獅跟海豹有什麼區別 我告訴你 海獅跟海豹 你如果看照片 我相信沒有人看得出來 因為 你看照片就是一模一樣 你要他走路的時候 移動的時候才看得出來 海獅呢 他在移動的時候要下水或上岸的時候 他後面的兩個旗還沒有完全退化 所以後面兩個旗還會動 所以他走起來比較快 可是那個海獅 可是海豹呢 他後面兩個旗完全退化 兩個flip都沒有 所以他要上岸或是下水的時候 他就拖著下半身更重的移動 那個就是海豹 所以如果美國的出版社請我做顧問 我跟他講這三個例子 他馬上就說OK 我跟你簽約 請你做顧問 然後那個婦女審稿會 因為你能夠講出一些關鍵點 然後你可以指出他字典裡面 定義不好的地方 這樣他就會有足跡 所以我們很多那個本來讀的 只是個人的興趣 或者是覺得蠻好玩就弄一弄 將來都會有用處 所以同學如果你有什麼嗜好 你喜歡極限運動也好 你喜歡漫畫 你喜歡任何你感興趣的東西 其實都不用擔心 你就是好好去發展它 你將來都可以結合你的專業 都可以拍照樣子 所以我們台灣當年就二三十年前 就不應該禁止那個電子遊戲 因為台灣在當年那個電子遊戲 就認為不正當的娛樂就把它禁掉 然後沒收什麼 所以我們那個產業 本來它跟電子產業是結合的 跟我們的電腦是相關的 那你看像日本跟韓國他們沒有禁止 所以他們的遊戲軟體就很發達 那台灣最近這五年才開始 鼓勵可是太晚了 不過還好我們現在還有鼓勵 所以可能還有希望 所以任何你有 你喜歡打電控玩具 如果將來你當父母 其實小孩子喜歡打電控玩具 你也不用去禁止它 你應該應勢力的 就是說你可以去打電控玩具 但是你該讀的該做的事 你去做就好好去打 甚至我有一個朋友 那個台大教授 他還買那個給他小孩子的那個 他在二十年前 他就買給他小孩子的 像這樣就是後來他小孩 就是做這種創意產業 做社導設計 所以就是遊手環境 所以我們任何有興趣的 我們都去做就是 所以你去就業或者學什麼東西 第一個 你敢不敢興趣是最重要 所以你要勇敢去追求你的興趣 所以不要為何說 職場的趨勢去 如果職場趨勢這個樣子 你可以去注意留意 跟你的興趣結合 但是不要說 我的興趣不在此 然後來埋沒 或者犧牲我們的興趣跟專業來遷就職 我覺得那個是沒有必要 那樣其實往往也做過 即使你撞到錢 薪水比較高 你做的也很痛 也許我這個講話跟很多家長跟社會人士的講話不一樣 但是 我們 我相信很多人看過三個傻瓜這個電影 對不對 我也是 很多人跟我講 我也是 上個禮拜比較好去看 其實也是這樣 你看 那個很乖的 完全照院長的話去做的 他那麼努力 了不起也不過第二名 可是那一個就是完全發揮創意 然後 為了興趣去 去胡搞亂搞 然後發揮他的天才的 他還是 他真正的成就還是更大 對社會的貢獻還是更大 雖然那個讀第二名的 他 尋規高 按照學校的規定去做 讀了第二名 然後最後 也成為一個 也賺了很多錢 當然很了不起 可是 另外一個 有200項專利 然後對 世界的貢獻其實更大 其實後面這個部分 但是 我剛剛講的那個 其實大致上就是這樣一個 意思 所以 你就跳過去 那 另外一個 我們要有這個 終身學習的這種態度跟觀念 因為這個時代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那個時代呢 你學了英文 你外文系畢業 你就可以教書教一輩子 你根本不需要進修 因為你教國中多簡單 那個16個字母 那個 那幾個句型 反正就是 This is a book 這樣的句子 所以 你不需要準備 你可以教一輩子 可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學生 他有可能 在國外 住了很多年回來的 有可能 他的那個 他的父母 英文很強 有可能他從小讀很多課外讀 也許他讀過專語學校 也許他跟外國人學 那個英文學了很多年 都不一定 所以 我們都需要 跟著上時代 又與時際俱進 所以我們的 知識 我們的資產 我們要隨時奪配 因為知識的東西 有些知識是一年就過時 有些是五年就過時 有些十年就過時 不一定 但是我們就 隨時要與時際俱進 這樣我們的 才跟著上時代 另外 其實最簡單的那個來講 你不用講別的 就是說 你追求新的知識 人生也比較快樂 你不會那麼無聊 我們想想看 當年的中學老師 當年的國中教英文老師 為什麼他們的態度那麼不好 教中那麼複造呢 因為他教十年二十年 就教他們的東西 他覺得太沒有挑戰 所以他自己覺得那麼簡單 你怎麼那麼笨 你那麼 你都不問 可是從現在觀點 你隨便問他一篇文章 隨便問他一篇文章 隨便問他一篇報道 可能他就不問 等到他知道說 英文呢 語言現象是無窮 他自己的所知也很有限 他就會比較客氣 會比較虛心 來 來教學生 不會覺得說 你怎麼那麼笨 那麼簡單也不會 另外 另外有一個要提的就是說 到智商上 我們 除了專業能力以外呢 就是工作上的態度 溝通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 應變能力 你要知道變通 那知道變通呢 如果大家 他能夠參考我前面講的就是說 你 比較嚴謹客觀 邏輯的態度跟方法 來讀書來學習 然後不要那麼 現實的 那麼公平說 我什麼學 什麼不學 事實上自然而然 就會培養這樣的能力 比較會有硬變 融略觀眾的能力 還有 以往在很多學校裡面 教學的方法呢 是比較被動 所以呢 學生呢 在學習的那個 有過程他們的方式呢 他是 他把我了解的內容 知識 我跟考卷溝通就好 我答出來就可以 可是 他們不太需要跟別人溝通 可是進入職場以後呢 他的知識呢 是要來跟別人 你不要 不是你自己懂就好 你要 懂得把你懂的東西 讓別人也懂 讓別人了解 你的想法跟你的知識 所以 溝通能力 你的 怎麼去 present你的知識 就蠻重要的 所以在這個時代裡面呢 就是說 你有知識以外 你還要能夠 做presentation 你要能夠表達 你要能夠 甚至表演 但是我們不是政客 倒不需要去做到表演的程度 但是你看 政客他們 都喜歡 很喜歡表演 但是我們起碼要能夠 呈現 我們的知識 特別是 在這個時代 你到任何公司 只要你要當主管 人家就是要求你上去做簡報 所以你的簡報能力就很重要 那我相信現在的年輕的老師 都比較會用這樣的方式來要求學生 要求學生 上來做簡報 做書面報告 就是比較有多這種討論 多一些意見交流 多一些需要去說服人家 或讓別人能夠接受你的意見 這樣對職場的工作也會有幫助 還有研究能力 我們在研究所當然 有位老師 學校都會要求我們去做一些 調查研究 那這樣的能力在職場裡面 就蠻重要 以往我們是比較不重視這些 研究調查的 還有這些 我們在學校期間 就盡量去學習這些能力呢 將來可以帶的走 可以移轉 例如說 有機會呢 我們就要自告奮友 去幫忙做義工啊 去幫忙做接待啊 去幫忙做老師的助理啊 去表面上好像說 我們失掉一些休息 或者打工的機會 有一些工作可能是沒有報告 但事實上 那對增進我們人際關係 跟培養應對 跟學習一些可以轉移能力 都是蠻重要的 我認識蠻多人啊 其實就是自告奮友 幫國外來的學者 去接待他 去機場接待他 然後成為 後來這些國外知名學者 當然就寫信來感謝這個研究生 然後 後來建立交集以後 這個研究生 他後來要申請 美國的這些名校的那個陸學者 這個認識人當然當然不讓他寫介紹信 還幫他交涉 取得蠻不錯的獎學金 反而我認識一個朋友 本來是說 只可能給他多少錢 後來因為他是 家裡比較 沒辦法負擔 那個美國名校的學會 一年都要台幣那個 200萬左右的那個費用 後來就是 幫他爭取到買好的條件 那這些都是因為 透過這個研討會的時候 去幫個忙 然後就認識了這個名學者 然後就這樣搭上線 然後後來幫那個名學者的 那個論文 也是知告奮養把它翻成那個 中文 登在中外文學 然後因為這樣的經驗 然後翻出來 確實還翻得不錯 當然 這個原作者會幫你修改 他是一個有名的漢學家 就幫他修改 然後登出來以後 後來 也算是看到貴人 但是看到貴人 也不是說看到貴人 只是我們人生裡面的 偶然的機率 很多我們可以製造 可以創造 因為這種機會太多 很多只是 你如果不走出去 你就不會有這種機會 還有我們要培養這樣的自信 就是說 只要我出來做 我參與 我一定能夠做出貢獻 非常刺激 我們不要存著那個 混一下 說 這個是所長派的 指導老師派的 叫我做的 根本我不敢進去 如果我們存這樣的心態 你這樣的付出 這樣的工作 其實都是白白付出 因為你也很痛苦 然後你做的成績 人家可能不會滿意 但是你如果 你去做以後 就說 這個是我來做 跟別人做 會有不同 所以你會把你自己的巧思 跟你的創意 跟你的專長 把它投射進去 投注進去 將你做出來 就會跟人家不一樣 就會跟人家不一樣 就像說 我想這種職場的講座很多 像 如果人家找我 我就會想到說 我是 學外文的 我是對植物有興趣 我會想辦法說 我把這個植物跟外文的 把它弄進來 如果純粹談說 我怎麼賺業 怎麼賺錢 為什麼 為什麼 營業額 能夠達到那樣的 那個 那個 你跟 比如說 以蘇林 假設說 蘇林兩億的營業額 跟郭台銘 幾兆營業 三兆營業 比起來 那算什麼 所以 你要比那個 就 有人有更那個 但是 在一個 中型企業裡面 就是說 我們 做自己 有興趣的 然後跟別人不一樣的 然後跟興趣能夠結合 跟我讀外文系 然後跟植物 跟中國文學 跟歷史 跟人文 有興趣結合在一起 我沒有賺那麼多錢 但是 我很快樂做 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我也 我也希望把這樣的人生觀 跟這樣的態度 跟大家分享 這個 我們就簡單的 跳過 也許有興趣的 可以把這個 投影片 那個 PowerPoint 跟所有一樣 我們也可以看到 就是說 在台灣跟其他國家 可能要求也會不一樣 我們慢慢走上國際化以後 這些要求慢慢 會越來越一致 比如說台灣 20年前 30年前 跟現在 的要求 就不一樣 好 比如說我們看這樣的 那個 調查裡面 像他們希望的就是說 有特定技能 跟知識有關能力 還有 空盤的整合能力 還有態度 就是你的個性 還有跟人家相處的能力 除非 假設說你是電腦專業的 除非你這個 當然你個性比較孤僻 比較怪 人家對你無可耐 因為反正 電腦沒有故障 我 我不會去找那個 那個電腦工程師來解決 說我電腦壞掉 我當機 或者 那個 但是 大部分的工作呢 可能都需要 跟別的部門去溝通 協調去那個 即使我剛講的電腦專業 技術方面的 其實也 不見得完全不需要跟人家溝通 不過 比較可以說 你不太理人家 人家還是會來找你 但是有很多部門 你的工作是需要跟人家互動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比如說 英國 歐洲 其他國家跟日本 他們在調查大學生 所擁有 畢業時所擁有的能力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例如說 像英國就蠻重視 學習能力跟工作獨立性 在歐洲是 工作獨立性 是第三 可是 在日本認為 忠誠跟整合 是最重要 那在台灣呢 以往呢 企業的老闆也是 比較重視你的忠誠度 現在可能也蠻重視 可是現在 你官司忠誠度可能不夠 他要要求你的能力 以前 台灣早期是 你的忠誠 比你的能力 更重要 因為你的 能力不夠 但是情衡補著 老闆相信你 起碼 他知道你不會做外事 不會把公司搞垮 所以他還是相信 可是現在呢 公司慢慢都有制度化 通常你一個聯工 你要亂搞 也 破壞也是有限 因為有很多 你沒辦法去經手 前你 不會經過你的 經過你的手 就是向前 所以 他比較重視的是 你的專業 或其他的能力 所以忠誠 他跟他有要考慮 但是不是唯一的考慮 所以這些因素呢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說 你到外商公司 他就要求你非常獨立 可是 在華人的公司裡面 他可能不會要求你非常獨立 他可能 你要看你的老闆 你的老闆如果 他很授權 他是希望你不要來煩他 可是有些老闆他是一把抓 有些主管制 你只要沒有透過他 他都很不高興 所以 你就是要有這樣的認識 就是說 工作環境裡面 哪一些 你當然要有獨立工作的能力 你沒有這種能力不行 但是你有獨立工作能力 你在職場上 如果那個工作環境 他不鼓勵你獨立 你還是按照那個企業的文化跟環境 來做業 你把自己的事辦好 但是 你要知道說 你的主管希望 要能夠透過他 能夠報告他 那你就去報告他 但是在外商是不一樣 外商是 你最好都不要來找我 所以我們都可以透過這些工作的機會 不管老師學校的授課 我們就可以盡量做這樣的設計 來讓同學有機會 來體會 來學習這方面的能力 那最後我要講的就是兩句話 就馬太福音裡面 我不是基督徒 不過我覺得這句話 指 Erik 那放你 那放你 那個 那�做人 occurring 有求唯利 你敲門牙才會為你 你要 爭取好的機會 你要的時候 舉止 比如說 你要求加薪 可能你要自己提出来 还有就是说你去就业的时候你去面谈 你如果希望三万块或者四万块 你就不要讲两万块 你如果讲两万块人家不会主动给你三万块 你要讲你真正期望的 不要讲为了银河人家去讲那个 你如果讲三万人家可能砍成两万块 你讲两万五就是要一块给五毛可能会这样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 就是说你要去要求要去追学 这个是在职场上 在学问上也是这样 你如果英文或任何一门学士知识 你不懂的话你要去问 人家才会给你答案 包括问自己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词 你要问自己说 英文怎么讲中文怎么讲 然后 你问了自己 你问了人家人家也许给你答案 或者你上完去查 那你问自己你下次碰到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不期而遇 比如说你看到任何一个 一个假设说我刚刚看到讲的那个金鹿花 你就会在想说英文怎么讲 你看到海豚 或者看到我刚刚讲的说海豚或者海豹海狮 我们看到这个字就去想到说 这英文怎么讲 或者说我们看到 假设看到昨天或今天的报道 说 诶 在范蒂甘那边他们要把保罗什么集市 什么宣服 我们就想 就要想宣服英文到底怎么讲 英文就是Beatify 你要同时去想英文 你下次看到英文的报导的时候 你看到Beatify 或者Beatification 就是我们中文的 那个 那个 所谓宣服的仪式 像这样我们都是要有这种 好奇心 去追求 这种Curiosity 还有这样的动机Motivation 这样我们的学问 就会越来 知识就会越来越来越越多 还有一个 英文是我写的 Never to young 開卷不閒找 學習不怕 想讀不會沒時間 這個是前年台北閱讀協會他們要選提上閱讀的標語的時候 我心血來查寫了一個中英文的標語 後來網路標學 就沒想到第一名 後來台北市立讀書館就把它做成書籤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發文 謝謝蘇老師 蘇董事長這麼豐富的演講內容 那不曉得說現在在做的有沒有什麼地方要好奇一下呢 就剛才蘇老師提到的 蘇董事長應該不知道是要好奇 那有什麼想要提出來在這邊討論一下這樣子 有嗎 那主動敲門才會有什麼貨這樣子的 請問董事長 抱歉啦 請問那個義工 義工制度還有那個製作財產權 就你的觀察有沒有影響到就業 義工制度 義工制度跟製作財產權的事情 有沒有直接間接影響到就業 謝謝 謝謝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想應該不會影響 對 很多工作人家做 因為這個事情都有證盤 因為你義工也會創造更大的興趣跟市場 那也會 譬如說國務館的義工 或者 國務館他也需要正式資源也需要義工 他會因為有義工而把那個 他們的導覽員那個裁員掉嗎 我想有個質疑嗎 還有那個製作權 當然都有正反洋面的 譬如說製作權可能創造工作機會更大 或是你更少 譬如說你創作了一首歌 拍了一張照片 人家要轉載 可能你就有賺錢的機會 還有因為這些製作權很繁瑣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懂 就會去請教法律顧問 製作權顧問 專利商標事務所 然後就創造了這很大的商機 那臺灣在早期沒有這個製作權的時候呢 可能這些專利事務所 還有發明的這個申請的事務所 就沒有那麼多家了 可能只有兩家 現在人就有幾百家了 還有有了這個以後經濟人 譬如說你經濟人就要 就更有工作做 我剛剛沒有時間解釋這個 很多經濟人的工作 譬如說你要做經濟人 除了影歌星運動員以外 各行各業都需要有經濟人 譬如說在臺灣很可惜的 我們這個經濟人都沒有好好去發揮 也沒有去培養 就是我們臺灣其實蠻多發明 可是這個發明 你都很少看到他上市 因為他都沒辦法 把這些發明的東西 到國外去申請專利 然後去接駕 美國 英國 德國 歐洲的這些大公司 把這些專利權去授權 取得權利金 我們其實有也是嫌麻 只要人家出一百萬美金 那就想 哇一百萬美金是三千萬 不得了我就賣斷了 美國人 英國人 日本人他們沒有那麼少 他有什麼專利 你看光是發明回魂針 跟那個廣告 廣告那個信封的那個 貼一個玻璃紙 那個窗式玻璃紙 像有一次我去芝加哥 我跟一個大伙說 這個豪宅就是發明那個 廣告那個信的那個 上面有一個窗口貼透明玻璃紙 這樣你就可以看到裡面的名字 他發明那麼小東西 在台灣可能我五千塊就賣掉了 他就是他不賣掉他就用專利 所以他就靠那個就賺了幾億 那我把一個鐵絲剪成這樣去申請專利 那像這樣的就是要有這樣的概念 如果經紀人他不會賣掉 經紀人又是抽佣金 就是最好賣一輩子我才可以抽一輩子 如果賣一段就只有一次而已 這邊我也稍微分享一下剛才那個草莓的問題 其實像我有朋友他 他的那個 也就是說他就說他認識的一些朋友呢 他都會比如說他帶不管是父母親 或是他自己的小孩 然後就是從小就帶著他去做很多的運動 然後他們的想法是會認為說 這樣子的話呢 很可能就是有也有相關 剛才蘇老師提到就是說 讓他去做一個 對他就廣結三元 廣結三元的時候 可能也為他自己創造很多的情貴 那至於說 這個跟這個所謂的舊業的部分來講的話 假如說我們要把它串起來 他其實就創造了更多的可能性這樣子 所以又回到剛才蘇老師提到的就是 很多事情其實不需要說在於 一定要看到最眼前最短暫的那個密集 而是可以先顧下很多的種子 然後為將來顧更多的可能跟機會這樣子 那不曉得還有其他同學有問題 或是你想要分享一下你們的心得 或感想 怎麼樣 蘇晶老師 蘇晶老師 其實就跟我剛才講的台語 我們學國語的那個經驗一樣 我們學一種語文其實都沒有 不需要花那麼長的時間 你只要把我們學母語的方式拿來用 譬如說我們學中文 我們學台語是最簡單 我們純粹用聽的 就學會一種語文 所以你也可以一個最簡單的方式說 我也不想去買書 我就是聽 我就是在操作電腦 或者那個走路的時候 開車的時候 我就把那個英文的節目打開 我就是聽聽聽 這是一種關子 另外一個就是 買美國英國他們小孩子聽的那些 紅話故事啊 或者什麼講笑話什麼 這樣 或者是看美國的那些連續劇啊 那些兒童節目 卡通什麼都可以 賣畫都可以 像這樣的方式 最容易最自然而來 就學會一種語文 那你如果說要進一步 已經脫離故事那個階段 唯有知識內容 那有很多寫給美國英國 六歲七歲八歲小孩子的這種 知識性的讀物啊 一千個為什麼 一萬個為什麼 十萬個為什麼 五萬個為什麼 這些都蠻有趣的啊 講那些知識其實 有些有很多我們其實也不知道說 為什麼 為什麼植物有這些捲須啊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 海豚或者海獅海豹 它的那個旗會退化 其實很多這種 兒童百科全書 都有告訴我們 它是什麼演變 譬如說海豚本來是陸地上 那個一種中路獸像狗那樣的動物 後來為了 生活環境的關係 到海裡去討生活 所以一個哺乳動物本來是陸地動物 又變成海裡的動物 像這樣的那個 就是知識跟語文 學語文沒有必要為了學語文 而學語文 語文本身就是一個知識的載具 所以你在學知識的東西 本身就在學語文 所以我們要可以 那個 學一個東西達到兩個 或三個目的 我們在台灣以前呢 是說學英文把它抽離起來 學中文把它抽離起來 所以這樣學了以後 除了英文考試 其實都很難整合運用 所以如果 我們的同學在學宗教的時候 我們的課本如果是英文的 你好好地把那個英文的 好好地去看 如果你看不懂 你找更淺的 如果更淺再看不懂 你交替的 一個就是說 我們的標準教科書 它可能是學者 比較難一點 你看著然後搭配著 美國英國澳洲 寫給 中學生的那些有關宗教的 那些介紹搭配來看 像美國英國他們都有宗教課程 就是他們公立的一部分 你把那些拿來搭配看 你就很容易就能夠接回 所以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同學有去家教 或者當義工去佛導人家 或者你自己有小孩 教小孩的時候親子閱讀 找小孩子讀英文的材料 你選一些有趣的一起讀 這樣的 你又不用去教補習會 我覺得去補習班補英文 那種其實都浪費時間 浪費誠意 浪費金錢 事實上最好的就是 你跟你的小孩子一起閱讀 又可以培養感情 又可以跟小孩子 不會有代購 然後呢 你也比較知道 就是說 也可以這裡面 萬一小孩子不懂 你可以誤導吧 但是我們會擔心說 萬一我的發音不標準 這個現在都不成問題 現在你都可以找那種有發音的 有錄音帶的 然後一起打來那個 而且這樣 父母的那個 脾氣也會比較好 你如果跟小孩子不會的時候 不會動不動就說 為什麼這老師不會 你會發現 我們在吸收知識的時候 有時候難免 有時候會有一些障礙 或者沒辦法開窍的地方 大人也是一樣 不只小孩子 所以如果我們 小孩子剛好不懂 我們懂 我們就可以教他 多讀寫 聽的 是最重要的 你要大量的聽 你比較能夠培養語感 如果大量的聽 你比較能夠培養語感 你比較能夠培養語感 對語文的認識 就跟我們 一代史詞 台語跟國語的例子 譬如說 那個 木梯 踹 掌 掌 掌 像這樣 我們都是透過聽 去體會出來 所以 聽其實是蠻重要 可是我們在台灣呢 學英文 往往 那個次序就是 倒過來 我們比較重視 讀 可是說 重視讀其實也不見得 我們讀的其實又很少 往往就說重視讀 但是那個 在讀的時間 大部分 那麼一兩百個字 我們花兩個禮拜在那邊 分析 它的句型 它的文化 如果那兩個禮拜 我們來讀 十篇故事 二十篇故事 也許我們的閱讀能力 真的會增強 但是你花在都在那邊分析啊 在那邊弄到 學生其實都很厭 對英文就很排斥 那我們以後 不管你去教書 或者自己來講 你聽的很容易 就是現在網路時代 你打開電腦 你很容易聽到各種廣播 各種故事 那 或者你可以到書店買一些錄音帶 錄音帶的來聽啊 你可以從這裡面學到 那最好的 那最好的就是 兒童的 讀物 兒童的錄音帶 錄音帶 因為這些用詞 用字都是最簡單的 那最簡單的 你學會 你就比較能夠活用 事實上我們也是一樣啊 我們中文或台語 你會運用自如呢 其實都是生活小孩子 會接觸到那些第一步 那再來才是學術語言 那我們通常呢 到了大學裡面呢 學到的那個英文或課本 比較 學術語言比較多 在我們日常的表達翻譯的時候呢 有時候呢 我們 用上去會比較困難 因為學術語言都比較 長 或者比較用些難的字 所以我們在台灣學英文的呢 如果學的相當好 它頂多也是說 它對大學階段的英文學的還可以 但是對於那個潛意的英文 往往都不太會用 因為潛意的英文 我們說實在也幾乎 沒有什麼學 因為我們那個 古裝高中 這個課本的文字英文都比較假 不是實際上在生活上 比較真正這麼用的 所以在使用上會有一些困難 所以彌補的方式就是 大量去接觸 兒童的故事書兒童讀物 還包括兒童的知識領域的讀物 所謂知識領域的讀物就是 美國、英國、澳洲 他們小孩子 在很小階段裡面 透過英文來增加天文、地理、自常生活常識 的那些讀物 例如說 他們在教小朋友交通規則 交通安全的書 教小朋友衛生習慣 保健的書 教小朋友 地理知識的書 教小朋友 功名常識的書 裡面就有很多用事 你成年以後還會用到的 是我們基本常識裡面必備的 可是這一部分反而是我們最欠缺 對不對 我們在小學都讀過什麼 我們學自然的時候就是說 植物有行光合作用 對不對 小學就讀過 然後光合作用是透過日光、水、二氧化碳 跟葉綠素 行光合作用來製造糖分 製造它的能源 那光合作用英文怎麼講 現在是 好 十五 在小學就應該會了 可是我們 沒有 在小學就應該會了 能說 在小學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